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坐冰的就是在高雄 一年大概有九個月的時間程車 可是還是有冬天 淡季的時候 我們早期就是想要發展出一些 叫做杜曉月產品 那時候我們第二代那個 鄭董事長他就想 冬天來炒麵茶 因為麵茶是台灣南部 經常會使用到的產品 所以我們當時就炒麵茶 這麵茶有什麼特色呢 麵茶其實很說起來 它就是麵粉可以炒的 但我們的麵茶比較特殊 是因為我們的規模比較大 我們的麵茶目前還是用傳統大鍋去炒 那為什麼用大鍋 因為如果用小鍋炒麵茶 你要把它炒到很香 那個熱度壓力比較不夠 那我們大鍋一口氣幾百斤在炒 本身來講那個提味味道比較 溫度會上來 溫度上來以後 那個麵納反應就會顯得很香 董事長你們的麵茶不容易 你們麵茶裡面還包了一層 有的東西直接就倒在裡面嗎 對不對 好香喔 它的香其實很原始的味道 對 其實這個就很自然的 就是我們麵茶本身就是 我們用大鍋炒 所以溫度很多都拉到很高 把味道產生出來很香 那麵茶 傳統麵茶是做成 那個 那個 粥狀來吃 然後 你有加味道 它甜味在裡面 甜甜的 有加糖 這個是有加糖的 有加糖對 直接泡起來就好好喝的感覺 是的 我們麵茶有那種麵茶拿鐵 麵茶加咖啡 對麵茶拿鐵 它有加豬油耶 在下面有加 對 難怪那麼香 這是荷的喔 那個阿公阿媽超喜歡這個味道 我們傳統就是麵茶加豬了 我們也希望走傳統路線 對 像這個品牌 我就知道其實在大通 超市裡面都有 對 我們在超市裡面有一個產品 在通路裡面走了二三十年了 這個現在冰淇淋也會很好吃 對 我們的麵茶冰 有曾經在高雄做冰品比賽 得第二名 董事長你稍微休息一下喝口茶 我們來看看你的茶葉了 剛剛我們的茶農 聽說它是金牌茶農 對 其實他們今年做茶 它是第一代 並不是四代傳承下來的 他從小就開始 立志要做自茶師 然後開始去不同的茶區 去學習要怎麼製作紅茶 他不只拜紅茶的師傅 東方美人茶的師傅 還有烏龍茶的師傅 他都會做 那你為什麼從小就想要拿茶師 為什麼 興趣 一開始是興趣 這麼小就知道是興趣 對 他可能被那個氛圍感染吧 然後呢 應該是退伍回來 然後剛好我們日月台紅茶產業興起 然後爸爸請我就是說 因為我爸爸本身是吃素食的 但我一開始我想開餐廳 但我爸覺得那個會殺生 後來他就去從事茶葉 對 那其實我們跟農會也是蠻有緣分的 因為我們算是輕農返鄉 所以回來的時候 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通路 但就是 但我們農會一直都有在做 推廣還有跟農民收購 所以就是說 我們都會試著去做 看能不能做出農會會 他們要求的品質跟藥檢 因為農會藥的茶葉全部都要全ND的 就是完全零農要檢出 然後他們在每個時間點都會公開的收購 所以其實對我們輕農是一個寶藏 我以為他是那個家裡面整座山 沒有 然後茶園他必須接的那一種 他不是 他反倒是爸爸鼓勵他自己也有興趣 他就到處學怎麼樣做茶 所以真的是 就是只要你有心 一切都可以 他反倒打敗了很多二三代 那種承接的那種茶 他其實他回來之後 這幾年他陸續 因為我們農會每年都有舉辦我們的紅茶的評鑑 那一年就是比賽一次 他常常都有得到我們的特等獎 因為他有興趣 他願意鑽研 那我就問 那你得特等獎的原因是什麼 那你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會先從茶園的管理 就是說我們會去挑適當好的茶園 茶園一定要通風 排水性要好 然後加上因為我們魚子鄉 在之前都蠻多的茶園的林邊都是檳榔園 所以會有農藥殘留的問題 那我們盡量都會去排除這些 跟檳榔園就是沒有連在一起的茶園去做 我們會去做契作 因為我們家沒有做茶的過程嘛 所以我們全部都要跟茶農契作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在用藥 然後在施肥 然後我們統一採茶的斑 所以我們會去控制標準的採茶的標準 他反倒是沒有傳統茶的那些包袱 對他是沒有茶園 但是他們跟茶農這契作是很好玩的 是他爸爸曾經跟我說 他說總概是我們要求我們的茶農 要生產好的茶給我們 但是我們要求他要放好的肥料 有些茶農他捨不得放很貴的肥料 他爸爸先買給他 他們就先整批買給茶農 然後再從他賣給他們茶清的錢裡面來扣回去 等於是也提升了整個魚池地區茶農的這種標準 把它做得更要求更嚴格化 那你今天泡了哪兩款茶給我們喝 紅玉跟台茶21號 紅玉18我們知道 就是他當時921後來出現的品種 等一下我們可以喝一下 這個是紅玉 紅玉 我剛剛已經偷偷倒給董事長喝了 那你再喝一點 董事長您覺得這兩款茶 你喝起來的感受怎麼樣 我覺得紅玉是我們經常喝的 那本身在講蠻溫潤的 那紅玉我覺得味道更特殊 紅玉21更特殊 有另外一種味道出來 我們台X21也有做冰淇淋 是跟我們吉他弓家合作 我們所有的冰淇淋都是跟吉他弓家合作的 已經收起來了 剛剛試的那一款應該是阿薩姆珍珠 我剛剛試的那一款裡面有珍珠 這個是真奶冰淇淋 這個就是要再講的 其實吉他弓家他們也都在研發新的東西 那時候是他們的那些主辦人 直接跟我們的同事說 他說你們要不要挑戰一下 我們的阿薩姆冰淇淋賣得非常的好 那是不是我們最近有個新的know how 就是可以把珍珠融入我們的冰淇淋裡面 它那個珍珠在冰淇淋裡面是Q的 Q的 它不會硬硬喔 它中間的心也是Q的 好厲害的技術 一般冰在冰淇淋裡面 那個珍珠會硬掉 這了不起 對 我沒有問他說怎麼做到 他說這不可以跟人家講 不可以告訴你 所以你們農會不會有珍珠的原料在裡面 不會 因為珍珠的藉在一家更加品牌裡面 其實他們又合作又競爭我聽得出來 也沒有啦 都是合作一樣要共好 一定要合作 就像我們跟茶農一樣 我們為什麼農會要公開的收購這麼多茶 就是我們有很多的小農 他的茶是比較難賣出去 其實種茶自茶跟行銷是完全不一樣的兩回事 所以說我們農會 為什麼要自創品牌 就是為了幫我們於是香的茶農朋友 把它種出來好的茶把它賣出去 所以董事長在我們做冰的過程裡面 你們都有跟超市合作 照這樣看你們應該有很多的通路 變成是跟這樣很有特色的農會合作 是 其實我們自來冰城的合作對象 除了魚子香農會 還有其他農會 例如說我們有跟新竹農會 竹北農會 還有台南的麻豆農會 還有高雄 平東的大農農會 高雄大農水高雄 所以我們跟農會合作是已經很久很久的過程了 幫他們代工嗎還是說 對幫他們代工 其實農會的冰幾乎都是你們工廠出來的 對 原料可能你們怎麼彼此合作這樣 這是我們的方式就是農會提供原材料 然後我們利用它原材料來做加工的過程 然後接下來投入冰 例如說最近馬上就要到了 最近柚子快要生產了 對 我們會幫麻豆農會做出麻豆 用麻豆農會的柚子來做做 做出一些雪繞的冰品 這個農冰我也沒吃過 然後為了增加差異性 我們把麻豆香柚子花 把柚子花拿下來 放在冰裡面 因為柚子花是很香的 柚子花 對 其實每年大概3月4月 如果你開車經過台南麻豆 對 你鹽的高速都可以聽到柚子花香 對 他偷講話你沒聽到我幫你翻譯 他說你怎麼會做不同味道的冰 他說要用香菇請你們來做 因為你們魚池也香菇很厲害 對 做了嗎 做得出來嗎現在 這個題目剛剛聽到 給你挑戰 但是我跟你講我們有做過一些 我們有幫圓順做芝麻冰淇淋 圓順是頭倒油 對 做芝麻冰淇淋 對他們有做芝麻生涯原物料 我們還有醬油冰淇淋 就你講鹹的 醬油其實真的可以做鹹的 對 其實更極致是我們有做烏魚子冰淇淋 烏魚子冰淇淋 對還有小魚乾冰淇淋 小魚乾冰淇淋 小魚乾是跟魚會做的 魚會做的 所以題目實際上是可以做的蠻多的 所以你會跟娘家合作也是這個原因在這裡 是 娘家農會這個算是比較簡單的題目 烏魚子冰淇淋真的蠻難的 娘家這個加在裡面就比較好 就比較快 而且健康 所以冬天吃這樣的冰也算是蠻健康 不用太擔心 對我覺得它 因為冰淇淋是沒有季節性的 冰棒真的會比較冰涼 可是冰淇淋在外國 冰淇淋是全天到頭都在吃的 所以冬天也可以吃 如果我們可以把一些熱性的食物 配上冰淇淋 說不定會在冬天也賣得不錯 主要講 請問冬天你到火鍋店要不要吃冰淇淋 要 對 請問冬天到buffet要不要吃冰淇淋 要 對 所以實際上都是可以吃的 所以你們去冰淇淋沒有淡季的問題 沒有還要努力 那個也是嗎 對 這個是我們最近開發出來的產品 這是什麼 這是梅子氣泡飲 對 這也是一個故事 總幹事你喝一下吧 好啊 我要喝茶的 這裡有氣泡飲清香烏龍的 不同口味 對對對 我們梅子有茶 他只願意喝有茶的 好 了解 我覺得可以帶回去喝 可以打開喝 氣泡飲 這個也是就像你說的 杜曉悅的做法 對 二四節氣都可以用 因為他做成這種常溫型的 然後你可以儲存在任何地方 然後攜帶很方便 重點我覺得 就是他飲料是四季都可以喝的飲料 那我們開發產品就如剛才講的 我們就用原材料去開發 所以這個橘子氣泡飲 他是用新竹鵝莓的桶甘去做的 甘的味道就對了 對 他是桶甘 然後很濃 因為新竹農會總幹事要求要 能多濃就多濃 所以我們做的很濃 對 所以這個桶甘 這個氣泡飲生產出來以後 其實因為他很自然 看商標我們就知道他只有橘子 橘子汁加上糖就這樣而已 然後後面還有農會的logo 是的 對好特別 對 因為這是跟農會合作的 那我這一瓶就沒有 梅子就沒有對不對 有 這跟竹北農會合作 又跟不同的農會合作 對 竹北農會他們本身來講 也是 他們總幹事 也是企圖心很強的總幹事 他們很希望有一些產品 那我們因為在旗山 旗山再往山上走 就是甲鮮 甲鮮是台灣最大的梅子產地 那甲鮮的梅子 有一次我們去拜訪他們 看那些產品的時候 不經意看到他們有個產品 我說這什麼東西呢 黃梅泥 那大家都知道黃梅掉 但是我一輩子也沒看過黃梅什麼樣子 黃梅是熟成梅 它是甜的 我記得 對 黃梅是熟直到很熟的時候採下來 然後它已經接近黃了 然後把它置在陰涼的地方 再放個幾天就會變黃梅的樣子 然後再把黃梅打成泥 那個泥的味道 我聞了以後我以為聞到水蜜桃味道 那我決定我要喝這一瓶 我以為梅子會苦苦酸酸的 其實它是甜的梅子 對一定會甜 總幹事我還沒喝這一瓶之前 你講一下你喝茶葉那一瓶 感覺怎麼樣 他還在喝一口 其實我之前我們有跟秦董他們 在配合就是他們 有這個新產品的時候 就已經來找我們 那時候做出來還沒有那麼好喝 現在出來的話 它的茶的香味真的蠻濃郁的 而且它會把茶的那些就是 會色感還是什麼都沒有 就是只有剩香跟甜而已 是是是 這部分其實也是個學習過程 一年多前我就是跟那個 魚子香人會說 拜託給我一些紅玉 給我一些阿薩姆來看 可是一直做一做 就是覺得味道不夠好 那最近我們在製程上 有一些進步了 叫做怎麼樣去把茶的味道帶出來 然後加上氣泡 然後混的味道 不要讓氣泡碳酸引老到茶葉 這事情我們慢慢在處理當中 相信很快就會看到日月潭的新產品 請喝 它這個是Gamma的 我這是黃梅 的確黃梅就是這個味道 它那個梅會知道 梅會知道它在裡面 但是就是 梅子有一點點小小的苦苦的 然後黃梅的香氣都在裡面 它又不酸 就是走食物的原味 那個苦苦就是氣泡 氣泡在舌尖上會讓你產生那種 它剝裂所以讓你有一點刺激感覺 我覺得董事長真的厲害 它幾乎每一個品項 他自己都嘗試過 都要經過你批准才可以上市 我們對東西比較認真 好喝才能做 那你這甘冒口味是感覺怎麼樣 很濃 橘子味道很濃 很重 那我後悔我想喝那一瓶 還有 還有 這裡還有 對 很像施真的剝好的 橘子這樣 我們為了這產品 其實 因為新竹這問題已經很久了 每次只要統幹到旺季的時候 尤其過12月1月的時候 就大批的統幹出來 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們也沒辦法 為什麼 我們要去剝橘子 要榨子這個工序 在我們那邊是 沒辦法達成 後來我們慢慢的找到一個大廠 他們也是願意配合政策 就像很多開發小農團產品 不見得會賺錢 對 不見得立刻會賺錢 有時候前面 花很多薪資只做出一點點量 然後可能又市場就沒中座 對 也沒中座 而且中間還有一些風險在 因為你越原材料的東西越難做 你越化工越好做 這東西我們就是找一個大廠 幫我們做出這個橘子吃 我們才有辦法 總而是我很好奇對不對 你帶來的東西我都會想看 那是以你們 阿薩姆 或者是以魚池當地的茶 所做的餅乾 其實我們除了開發我們的冰淇淋之外 我們紅茶其實還有很多的玩法 那我們紅茶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交通品 像這個就是我們紅茶的小茶餅 那這個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做的紅茶的 紅茶餅的餅乾 不同方式 不同方式 哪裡不一樣 是覺得品項不一樣 它裡面是比較酥 那這比較脆 一個 對 這是比較偏曲奇餅那種 對對對 沒錯 它這個奶加比較多 哪個奶比較多 這個 這個比較沒有 哪也比較多 董事長在吃了 董事長講一下 我是阿薩姆 我還看到茶葉在裡面 阿薩姆的 對 這個比較酥 對 然後這個油脂比較多 對 所以其實董事長這個食品真的學問很大 對 酥度多少 甜度多少 香氣放多少 不容易 對 其實而且 要把紅茶加到我們的餅乾還是加方餅裡面 其實說簡單不簡單 說容易不容易 因為你的取捨 你要量多少 還有製作的方式 就像我們在做我們的紅茶冰淇淋的時候 我們來來回回跟自宅冰淇淋 討論了十幾趟 才有這樣的紅茶冰淇淋出來 它的紅茶量放的多糖量放的多少 所以我們現在盡量我們 因為現在消費者都要求健康 所以我們都是少糖的部分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包裝 大大的包裝 沒錯 然後我們這裡 一定要跟主人講 這個就是我們最新的 就是我們的爆米花 那最新的一定要給他打開來吃一下 那這個是你最新的茶 這個是我們的茶葉 它的茶葉嗎 不一定 我們裡面會有我們的序號 要有我們裡面的這些 才知道說是誰家的 我們農業部都推可溯源的材料 那我們的紅茶也是可溯源的 我們裡面有一組這個編號 要回去查才知道 今天這個茶葉是誰的 等於說用農會的方式集合大家 打農會的品牌了 對 所以說我們其實都是經由我們 像我們的莊榮譜講的 我們是所有的茶農都拿茶來讓我們試 所以我們農會跟其他的小農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的品質會相對的穩定 所以你不會說 它春夏秋冬的品質不會差太多 剛才主持人吃這個 就是由我們18號來做的爆米花 董事長你是食品專家 評論一下 這個做的蠻厲害 它的酥度很夠 而且沒有吃過這麼香的茶葉爆米花 還查18號吃得出來吧 好厲害喔 茶葉好香然後又甜又脆的那個 爆米花在裡面 這個人一口接一口 很厲害 可能開場電視要兩三包才夠 所以食品專家有合格通過 就代表應該是可以丟粥了 有這個我們上次 Seven都幫我們賣了 然後重點是它這個爆米花 還是氣爆的 不是油爆的 對相對的比較健康一點 對